凤梨偏 金黄饱满的凤梨 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怕的水果 喜欢它甜美的滋味 但又害怕刮破舌头 为什么吃凤梨容易遇到刮舌头的情况呢 其实是因为凤梨有丰富的凤梨酵素 也就是蛋白酶 它会分解舌头表面上的蛋白质 产生刮舌头这种痛痛的感觉 那要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 首先切凤梨的刀子要保持干燥 因为水会增强蛋白酶的分解力 舌头就容易痛 再来也可以撒些盐巴在切好的凤梨上 或是将凤梨入菜做料理 因为加热过程 也可以抑制凤梨酵素的活性 最后是将凤梨果皮削干净 因为大部分的凤梨蛋白酶 都存在于果皮当中 知道这些小诀窍 下次大家就能大口吃凤梨 不怕刮舌头了 好物只卖好水果 立即上好物事集 获播0223621968 2023杰出基金金钻奖 最大赢家是 星光投信 五档基金六颗钻 无论是科技产业 中小型股 一般类股 或海外型债券基金 星光投信全包办 即日起向星光投信 申购系列基金 可向最低手续费优惠 让您买到成长潜力好基金 为您创造中长期投资好成绩 基金申购请下旬 星光投信或各大银行通路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 九八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观察台阶明点股价的表现 可以先看今晚美股ADR的情况 那ADR刚刚我看一下是小涨 但现在目前又有小跌 由小涨变成小跌 跌幅不大 百分之零点零九的幅度 刚刚大概涨也不到一趴了 就是小涨跌的状况 可见今天晚上开盘之后 台阶ADR才会有真正的表现 现在目前盘前看不太出来 刚刚讲到高雄的部分是这样 高雄的部分我再重新讲一次 跟各位报告就是先前台阶不是传出要去高雄吗 用中油那块地嘛 因为那块地高污染嘛 所以高雄市政府就找了外商说 要很快的把那个油污给清除 就污染给清除 不是只有油污的污染 而且那个那块地 其实是一个重大污染地 那其实那个清除是要费非常大的功夫的 那不是那么容易清除的 不是说几个月或者几一年就可以把它清除 但是高雄市政府因为要积极延览台阶 所以就赶快叫外商 就是快点清除 但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能这么快速就把这个污染 把它清除掉 是其实有风险的 可因为先前台阶传出去设两个厂 28奈米跟7奈米 就让房价大涨 所以这一年半来 那个快地在南指 南指那边预收屋一年半 涨幅已经将近四成了 这个根据房仲业者的资料 说2021年在宣布要设厂之前 南指的预收屋一瓶是21万4 涨到现在已经涨到29万6 所以涨幅是38% 那新屋是18万9 19万8涨到26万2 涨幅是32% 中古屋从16万2涨到19万8 涨幅是22% 所以一年半涨幅大致上都有三成左右了 所以房价先起涨 因为预期台阶要去 但是后来说台阶不去了 说28的机器也都暂缓 因为先前就已经宣布说7奈米可能要暂缓 7奈米暂缓之后就说28连机器传出来 连机器都 这个booking也要暂缓 那今天魏泽家的说法是说会去 但是我们要改成先进制程 也就是说我觉得有一点打太极拳的味道 因为他也没跟你讲很清楚 到底是要什么制程 所以先进制程就7奈米以下 不是5奈米就3奈米 那要改成5奈米跟3奈米吗 魏总裁是这样吗 那另外那是什么时间去呢 他也没说清楚 所以我觉得有点打太极拳的味道了 那房价呢 但会不会回跌 这我就不知道 据说了先前传出什么7奈米不去之后 28奈米机台又出现好像延缓的 这个订单延缓的状况之后呢 这个房价听说退订的人就开始出现了 所以那边的建商据说也很头痛了 那这是台建今天在高雄的问题 另外呢就是台建要增资美国凤凰城的投资 所以呢 使得今年第一季对外投资的金额大增2.4倍 这投审会今天通过的 三月桥外资投资的金额是26.25亿 年减7.85% 但是在对外投资的部分 我们刚刚讲26.25亿是来台湾投资的 但对外投资的部分 首季呢 较去年同期大增了2.4倍 三月桥外投资的建数是537件 年减4.45% 核准投资金额26.25亿 年减了7.85% 那至于说在第一季的投资建数 金额都叫去年减少 但单月的投资金额有逐步成长的趋势了 这个是那个进一步的说法 那对外投资的部分 台建国具都有对外投资 所以今年第一季 核准对外投资的建数是123件 叫去年同期减少了17% 建数减少 但是金额大增 金额增加到68.86亿 就我刚刚讲的增加2.4倍 另外传出来台金要跟美国要150亿的补贴 但是不愿意接受美国商务部的部分条件 那这还有得巧 台建现在目前在美国的头洗下去了 这个投资金额非常巨大 几百亿美金 那美国商务部要求的这个利润分享 一大堆什么涉及到营业秘密的数据 要公布给美国商务部 台建看起来是不愿意公布的 不愿意给美国商务部 不是不公布了 那这个事情就要跟美国政府去谈了 那针对这个最近美股的走势 这个也是挺扑朔迷离 我们赶快来请教富然柯林投股的梁佩玲 佩玲你好 穆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美股最近也是上上下下 那原则上也是缓步区间 但非常缓步 那你怎么看这个美股的行情呢 后面会怎么发展 这个很多人也搞不懂 大家说美股现在在证什么 对的确如果我们就是谈普白指数来看的话 其实最近的走势算是蛮黏的 那如同之前我们跟大家提到过 其实你可以看到最近市场的气氛蛮观望的 主要是反映了就是一来大家对于 就是如果以美国最近公布出来的经济数据 其实是有一点错综的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就像是一些银行的一些信贷调查来看 其实未来整个在银行收紧信贷的一个标准之下 对美国经济的下行风险是在增添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如果就股市来看的话 石坦普白指数几乎还撑在 就是大概4100到4200点附近 主要就是在于市场持续在等待 接下来公布的一个企业财报 那因为目前其实只在整个企业财报 非常公布的一个初期 大概如果到 因为大概统计如果到上礼拜五 只有30加6个percent左右的企业公布财报 那其实在已经公布企业财报 因为主要是集中在大型的金融股 那这部分其实有9成的 获利是优于预期的 63个percent的营收是优于预期 那这个状况其实是比预期来的好 但是呢 其实就整体第一季的企业获利 预估目前还是会预估会衰退6.5个percent 会是连续第二季的一个下滑 而且会是2020年第二季以来的最大降幅 那如果就未来的财测展望来看 目前看起来第二季美股的一个获利 预估还会再衰退 就是4.6个percent 要到下半年 就是可能才会出现一个正成长 第三季是预估成长1.9个percent 第四季才会有机会 再扩大到8.8个percent的正成长 那全年的话大概就是维持温和 就是接近在0.2个percent附近 接近零左右的一个水准 我想其实这也呼应了刚木华大哥提到了 就是今天全球都在关注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 因为其实如果就台积电来看的话 的确它整个对于全年的营收展望 甚至在整个的部分 其实是相对看得比较保守 那对于在整个今年的一个上一季度的一个营收 或者是获利的部分 的确也是相对比较温吞 主要是有提到就是目前的库存都还在调整嘛 那整个中国经济解封之后的终端需求复苏也是低于预期 所以我觉得就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接下来当然还是尤其现在下个礼拜 会有像是微软啦 Intel啦 这些更重量级的一个企业公布财报 那我觉得这部分会提供给市场更明确的方向 那当然如果以我们富兰克林的一个观点来看 我们还是认为目前整个美国的景气 还是比较偏向于下行的一个方向 那尤其如果以美股目前的本益比 有可能还在有预估本益比都还有在18倍以上 其实我们觉得相较于历史的一个水准 都还是处在一个并不算太便宜 但并不是非常昂贵 但是不算太便宜 那如果说企业获利还是在一个下调的状态之下 我们觉得整个美国股市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震荡的风险 那只是这个震荡当中呢 因为目前各个指数除了在费城半导体指数 目前是低于像是月线之下 其他的指数大部分都还位在均线之上 那我觉得这部分投资人当然其实除了持续关注 整个接下来的企业财报之外 但如果就整个技术面角度来看的话 只要没有去大幅跌破像是重要的一个季线 这样子的一个均线 甚至在年线的支撑 其实投资到也不用那么的一个悲观 就是可以可能就未来就会形成是在一个均线 就是如果以时摊普白指数 基本上我们觉得会是在一个比较偏向于可能4000点上下附近 做一个比较横盘整理 这是一个强势整理比较基本的一个情境 那当然如果接下来的企业财报 还是释出比较保守的一个展望的话呢 可能对于整个美国股市就有机会去回测今年年初的一个低点 大概是在3800多点附近 那我们目前并不认为会去大幅回测去年10月 可能3600多点这样的一个价位 那只是说以目前整个美国股市评价面 并不算昂贵的状态之下 还是建议投资人可能是要保持一些风险意识的一个心态 那另外一方面台建今年这次的法说会 今天的法说会并没有调降资本支出 他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把这个2023年资本支出的计划 从去年的这个363亿美金 削减到320亿到360亿了 那最近这一次的法说呢则是不动 那至于说市场比较担心 就是说先前比较担心说台建可能会下调 他的前景展望或者资本支出的计划 那所以前景展望是有下调 资本支出是没有动了 所以这两个如果都动的话 意味着说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低迷可能会更持久 对那另外一个当然也是 就是台积电他本身的毛利率 其实也是优于原先的一个预估 因为我看其实之前外资有做一个三套剧本的一个演练 那当然其实猜测第二季营收的一个猜测 预估是季减就是5到9个percent 其实算是符合预期 只是毛利率的部分是比原先预期可能在52到54个percent是来的高 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股价或者是明天的股价 其实我觉得短线上来看 因为这个这份法说会的一个报告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偏中性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觉得应该相关的利空应该也都已经反映在股价当中 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就是接着就是看整体 整个美国股市大环境的一个表现 第一季的毛利比预期好很多了 毛利还有56.3 但他第二季的毛利会继续摔到 预估继续摔 继续往下掉 掉到52到54 这刚才佩玲所讲 那52到54的话我们取其中嘛 就是53嘛 那53的话会比今年第一季再减了三个百分点 那他去年第四季是62% 等于说从62%会掉到这个53 就减掉了10个百分点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嘉义长荣文院酒店 三周年庆活动开跑咯 三大超值方案任你选 想入住网红菜牙嘎的 哈哈baby联名主题房 手脚要快 期间限定推出日本美食节 素食到美味的料理 让你吃到饱 即日起到4月30日 凡住宿或餐饮消费满1000元 就有机会抽中价值18000的文院套房 大家觉得要回党了吗 各位觉得要回党了吗 我们有空军朋友等很久了 空军朋友 对啊商业地产是一个比较大 现在目前在关注 比较比较麻烦的问题 据说华盛顿 现在目前 整个华盛顿DC那边的 那个空置率高达五成了 这个美国商用不动产 确实是有问题了 只不过会不会真的爆掉 我不知道 住宅的部分看起来还好 好 我们要准备回健康 营养更加分 有机金网米黑金毫米组 订购快到好物市集 时时刻刻爆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一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那统计资料显示呢 台湾每四个人 就有一个人可能会离癌 癌症呢 好像是大家很害怕的 头号威胁 那透过个人化 精准医疗 可以及早诊断 及早治疗 我们电台news98 吸手英华达 4月25号下午 1点半到3点半 在桃园敏胜医院 的置医层三楼举办 精准健康医疗讲座 有安排接驳车接送 还有一些下午茶 这个茶点类 限额50位听众参加 免费报名请来电 news98电台 02-8369-2698 以上资讯提供大家参考 那回到刚 不然克林 自生协梁佩玲 这个访谈 部分 佩玲刚刚有谈到 就是说 最近美国在密集 公布财报 那特斯拉 发布了财报 哇 这个特斯拉的获利 也大摔两成 这降价的 这个后果已经显现了 不过好像马斯克 并不以为意 特斯拉的股价 也是往下掉了 那请教这个 美国科技股后面 持续公布出来的财报 状况会好吗 我看到网飞也不好 特斯拉也不好 对 当然如果就特斯拉来看的话 的确盘后 我觉得主要还是 在于因为受到降价的关系 那获利的部分是略为 不如预期 大概只有85跟86美分 其实差距并不大 但主要就是在于 利润率的部分 是降到了11.4 前一个季度还有16 那去年同期还有19.2 那甚至在 就是他这次也没有特别列出 汽车相关业务的利润率 那我觉得其实因为 这一次的一个美国企业财报 其实很大的一个看点 就是会放在企业利润率的部分 因为主要包括了 像是上游原物料成本 这部分通膨 还有薪资通膨的一个压力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在于 利率上扬这部分的一个冲击 那接下来其实要接下来 公布的一个企业财报 如果以下个礼拜 就是在25号盘后 像是Alphabet或者是微软 还有德州仪器 这部分要公布出来的财报 其实可以看到 如果就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大概还是微软的表现 会略胜一筹 目前预估是每股美元 是2.235美元 去年大概是2.22美元左右 但是像Alphabet或德州仪器的部分 就是比去年是来的下滑 一些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 当然就是还是在于 因为其实微软或Alphabet这部分 其实今年以来的股价涨幅 当然也是蛮大 那我觉得接下来 大家更重视的 就是包括了这样 GPT这种 所谓的一个生成式AI 未来的一个发展 这部分我觉得 还是会是 大家比较关注 像是一些资料中心 还有在云端 这部分的一个需求 那另外一个 在其他的消费类股的部分 倒是可以留意在 4月27号盘后 是亚马逊要公布财报 那目前预估也是 大概每股是赚0.2美元 其实跟去年同期的0.21 相差不大 那因为我们知道 亚马逊它除了就是有 所谓的云端业务之外 当然也是有包括 就是在一些零售销售的部分 那因为美国像是一些 沃玛这些的零售销售股 要到5月中旬才会公布财报 所以我觉得投资人 也会从亚马逊这部分的一个 它的一个获利当中 去看一些美国消费者的一个动能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就最近 美国的大型银行股 虽然整体的企业财报 其实获利是不错 那也可以看得出来 中小型银行的存款流失 都跑到这些大型的金融股身上 但是可以看到有一个紧隐忧 就是他们都有去提高 在于一些消费信贷的一个损失准备 虽然算是一个比较偏向 预防性的动作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从不论是信用卡 或者是有一些房贷的部分 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 可能有拖欠缴款 甚至是有违约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确也是 为什么我们对于美国经济 还有就股市的一个短期 就是可能在未来几个月的 一个前景上 我们还是抱持 比较审慎看法的一个原因 因为特斯拉现在目前盘前 大跌7% 特斯拉跌得很重 另外网飞 其实最新一个美股交易日 它是跌5 原本是盘中一度大跌5% 收盘也没跌少 跌了3%多 所以网飞的财报不好 然后特斯拉也出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科技股 好像不像银行股 先前公布财报大涨 科技股已经开始出现下跌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美国的电子盘大跌 现在小纳指跌了有137点 跌幅有1% 不过台子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它已经好像蛮镇定的 现在目前才跌18点 跌幅只有0.12% 完全跟美股好像脱钩的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是现在看到美国科技股开始公布财报 尤其是这家尖牙股公布财报 开始感觉起来压力有出来 美股的压力好像有出来了 对 的确我们也觉得如果接下来就是在财报当中 其实投资人会去寻找到有一些可能包括了你本身 像是你手上的现金很多 然后负债比较低 那你的整个自由现金流量创造的能力又相对比较高的话 我们觉得这些公司但可能不一定集中在特定的产业 那我们觉得这些公司通常就会成为在整个 目前市场比较充满不确定性环境当中 相对比较受惠的一个标的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还是要提一下 就是最近其实虽然说美国股市是一个横盘震荡整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美国公债市场殖利率的部分 倒是出现比较剧烈的一个波动 尤其是在短天期像是两年期公债殖利率的部分 这主要是反映了就是市场在消化 原本大家预期连准会在五月份再升息一码之后呢 可能接下来会有降息的动作 那最近其实我们看到像最新的一个路透调查 或者是昨天最新出来的全球经理人调查 都反映了目前大家已经把降息的预期是递延到明年的第一季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反弹的幅度 比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反弹的幅度来的大的原因 那就整个目前我们如果说美国股市接下来 因为企业获利有下调的压力而出现震荡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投资人可能你可以靠拢在一些平衡型基金 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债券型的产品 那因为今年可能降息的几率并不是很高 所以这部分你可能要透过债券型基金来赚 价差的几率相对比较小 但是它图的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防御股市波动 还有图的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收益的一个机会 那因为如果以上是两年期公债殖利率来看的话 目前都还有将近4.2个percent 那我们觉得其实你可以透过一些比较短天期 甚至在一些可能纳入一些货币市场基金这种概念 其实我们觉得也是现阶段你在资产配置当中是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向 那美国商业地产好像有出现一些松动的迹象对不对 对 这个有没有可能会爆发整个金融的问题 这是在银行风暴之后大家一直很关注的问题 那我觉得商业地产当然面临到一些 就是其实从疫情过后有一些像是办公室啦 甚至在购物中心等等 其实它的出租率或者是它的一个收益的状况 就一直没有办法回到疫情前 但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一个商用不动产 或者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疲弱 其实很大的因素是来自于需求面 而并不是一个明显的供给过剩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当中我们觉得商用地产的确还是有一些回调的压力 那这部分呢 但是不会造成整个房地产市场出现那种像2006 07那时候 暴涨之后的一个急速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危机啦 那当然如果以上用不动产它的一个修正受影响比较大的 就是在美国的小型银行股 因为如果以小型银行股他们的一个贷款 其实商用不动产在他们的贷款比例其实是有七成左右 那刚刚又提到了像是一些小型银行 他们在一些工商贷款啦其实或者是抵押贷款的部分 它的占比都有在三到四成左右 所以这部分我们觉得在这一次的金融股财报之后 虽然说还有后续还会有一些区域银行股公布财报 还没有完全出来 但是你大致上可以看到一个方向就是 未来美国小型银行股的一个压力还是非常沉重 甚至有可能会延续一至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我觉得这部分短期的风就是急速那种爆发 系统性危机的风险是蛮低的 但是它会持续就是把时间拉长 然后可能这部分就会形成是一个比较慢慢的 然后这部分还是潜在的风险我们觉得还是有的 因为美国十年期在跟两年期在最近持续都明显往上升 两年期又升到4.2以上 那十年再也升到3.6附近 都从先前大概上来有差不多30到40个基点 对不对 所以债券价格有一波下跌 那你觉得这一波下跌是个买点呢 还是说呢后面还有这个更好的买点的机会呢 第一个我觉得如果就美国来看的话 如果说包括像下个礼拜要公布出来的PCE通膨 目前看起来核心的PCE通膨是有机会再往下回落一点 可能就从4.6缓步降到4.5附近 如果这个通膨是持续在缓降的话 那从最近像是和皮书或者是联准会官员的看法 基本上也开始释出了 他们有看到一些银行收紧信贷 还有像是就业市场有一些放缓的迹象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对于美债殖利率 如果确定美国5月份就是这一波升息循环的最后一次 我们觉得整个殖利率再大幅擅长的空间会相对有限 所以这一波的反弹 我觉得应该可以开始视为是一个债券资产进场的一个机会点 那但另外一方面要提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像是欧元区或者是英国的通膨都还是蛮高 尤其英国都还在10个percent以上 那这部分可能就会让欧元 欧洲央行跟英国央行都还有升息的压力 所以这样子两相比较之间 你可以看为什么最近的美元相较于尤其是英镑的部分 还有欧元都是相对比较弱势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投资人当然其实还是可以 就是如果相较于欧洲的话 我们觉得美国公债殖利率这部分相对的吸引力 还有未来在反应政策是不是已经升息到尾声 这部分我们觉得美国公债的一个投资价值是相对比较高的 可能也比股市稍微安全一点 至少你买股票可能一天给你跌个3%5%的 债券不可能这样跌了 这样跌的几率不大 刚刚佩玲所讲的提供大家参考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品家建设胡伟良博士的小资族的房产交易项金和房产的